大家好 这里我关于马基山怎么样控制雕刻机怎么样使用雕刻器的问题 进行一个简单演示 首先是你要把前面的 ZQMotion的接线的各方面的问题和 电机参数的 调整的问题先要弄懂啊 这特别是这个卖送当量 跟你的运行的 那个距离的直接相关的东西这个一定不能错 一定要调整 调整之后 还有他那个运动方向的问题 运动方向呢 这就是这个 每个轴 他有一个轴 电机输出这个配置 开始里面的dnr漏 这个打叉打勾会改变xy的运动方向 现在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如果是打勾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点动 x轴正方向向正方向移动 你看刀 相对于工作台面是往哪边方向 反的啊 你看 这是副方向啊 不是正方向 那我在这里再把这个改过来 电机输出 开过来 开过来 点应用 好 好在这里我再点正方向 他就是相对于台面是在往正方向移动啊 这个正负方向 机床的正负方向 一般说 一般说的是右手法刀 这个不要看错了啊 是看刀尖相对于工作台面的一个运动方向 不要去看这个滑台的运动啊 有时候给你 你的立柱肯定是反的 或者龙门 有时候看的你 你看不清楚 你看反的 该你没搞清楚 肯定是反的 所以看 你的主轴 刀尖相对于工作台面的 运动方向 像这边正 像这边正 对不对 所以说你 自己调机器的时候 千万不要闹这种笑话说 哎呦 好像加工出来是反的 加工出来反的肯定是你调是调反的 不可能说是那个运动 走反的啊 好现在演示一下怎么样那个 那个加工 先呢 我们假设这里有一个 物料放在这里啊 因为我这没撞刀所以我抬高的一点 放这里 我就把这中间认定为是他的工作零点 工作坐标的零点的话我就把XYZ进行清零 相当于 这个地方 作为一个 弓箭的零坐标 清零之后 刀尖要对好物料的 那个表面啊 一般的情况是在对表面 其他的对法呢 应该说 熟悉的朋友应该是知道怎么对的 这里在加载这个 一个测试代码 有一个抓着点CNC 在打包的那个软件里面印有的 这里 就是 道路已经生成了 那个 已经准备好了 另外就是我们 那个 因为 这个代码里面啊 开主轴之后 就立即 立刻去加工了 这是有点危险的 一般情况下这个地方是 开主轴有一个延时的 因为电机启动是有一个过程的 所以我们习惯是应该是把先先把主轴先 打打开 让他运行起来再说 运起来之后 我们再点循环开始 机器就开始工作了 那这样就开始工作了 相应的 你的那个 看得到的 坐标也在变化 机器也在运行 人一般的雕刻机就这样运行的 这样能清楚 雕刻机该怎么 使用了吧 其他的一些 相关的什么按钮啊 功能啊 再也有一些进给呀什么的 调进给呀 调主轴速度啊 这些地方 一些装那个 有都可以改变 这个大家在 实际操作中都可以摸索 每个按钮是什么功能 当然网上也有一些详细的介绍 关于 马基山的 足够按钮的 一个使用的问题 那 好了 我这里演示也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